新北市政府在板桥加开的机动筛检站 可以看到医护人员身上穿的装备 布料相当的薄透 背后还开了一个大洞 只有腰剂打了一个结 下方也是空的 这是一名整形医师 23号在脸书发问表示 板桥筛检站的医护人员 居然穿着简单的抛弃式雨衣 为民众筛检 而且筛检站居然还在户外 现在天气非常炎热 医护怎么受得了 这名整形医师表示 医师会这样穿 是因为在户外没有空调 如果穿上全套的防护衣 恐怕会造成热衰竭中暑 所以他们才只能穿雨衣 从专业上来看 这样的筛检站相当不OK 因为新北市原本是想要在 中和山北社区活动中心 来设置快筛站 但是李明反对 导致快筛站只能在户外 这张照片一夜之间 吸引大批网友讨论 新北市长侯友宜 深夜也在脸书发文 澄清机动筛检站的 医护同仁 穿的是依照指挥中心 感染管制措施指引的 医疗防护装备 属于防泼水 医疗防护衣 同时也采用了高规格的 裁剪隔板 并表示他也和同仁们检讨 是不是可以有 更好的工作环境 然后也说 对于是否考虑不周 造成的困扰 他觉得很抱歉 医疗防护装备 医疗防护装备 医疗防护装备